是加工品 老师是从来不合的 千万不要请老师喝 嗨 大家好 我是庄碧云 我是硕生老师 今天好不容易终于上了我们的聊日子 我们的名人聊天室 是非常知性的一个节目 它里面包含了尝试知识 增加我们很多的见识 我今天好不容易受邀 上了这个名人聊天室 我们来分享一下 庄老师的体检表 我的行程很简单 就只有到公司 为什么呢 虽然我现在是办退休状况 但是对公司还是根根一缓 你会发现到退休是在无所事事 人无所事事的时候 很容易变老 要记得工作 也要把它养成是兴趣 才不会变老 疫情的关系 你不能出去 所以一定要养成运动的新冠 要不然人好像都没精神 所以我习惯性在洗澡的时候会运动 然后做一些伸展 大概每天会做30分钟到45分钟的伸展运动 老师毕竟已经62岁了 活动活动活动活着就是要动 所以一定要动 运动是加减做时间 自己控制哦 其实吃东西我不会忌口 但是呢 我是看着吃东西 像罐头类的啦 或加工类的我都不吃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制造来的 所以我喜欢吃原型食物 这是很重要的哦 你说不忌口也是不忌口 什么都吃 但是一定要原型食物 加工的不行 而且我喝的咖啡是要现煮的 因为咖啡是植物 所以它是现煮的 它是属于素食的 手药杯是加工品 老师是从来不喝的 千万不要请老师喝 手药杯 健康一定是要运动 吃也很重要 吃跟运动是很重要 这是我们身体上的健康 但是心灵上的健康呢 也要切记哦 不要计较太多哦 为什么呢 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心灵上 会比较放松 千万不要常常跟老公生气 有时候要生气的时候 一体有好几面 你看的方向可能是你生气的方向 你可以转个方式来思考 你就不会生气了 生气很容易老哦 我发现呢 像你的心生是很重要哦 为什么呢 如果你快乐 你的脸就会漂亮 不快乐 人就会变得很操劳 很简单 就穿塑身衣 装老师的塑身衣 就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老师的塑身衣 就是研究了二十几年 然后最重要是 它是吃腹胖内衣 你看看中老师 就算吃那最爱吃的泰国菜 也不会发胖 要把自己塑住 食量要控制住 饿了不吃很难过对不对 但是呢 塑身衣一穿上呢 保证你吃不了多少 很饱足感 再好吃的东西你都吃不下的 相信我 其实还是要自己去克服 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只有自己帮得了自己 为什么 你如果知足你就会常乐 那如果说你遇到很多的低潮 都会过去的 如果你不理它 它也会过去 时间都会过去 所以低潮不可能不过去的 你放心 如果你没办法解决 让时间去解决 很简单 没什么困难的 所以人呢 要用比较平常心快乐心来对待 才会活得快乐哦 秉持的理念就是 因为都是同事女人 所以为什么只做女人塑身衣 因为我对自己很了解 我很喜欢研究我自己的塑身衣 所以我相信我的塑身衣 每个人都用得到 所以来做我们家的塑身衣 都跟我有相同的理念 就是爱漂亮 然后呢 现在已经不是爱漂亮的 我还爱健康 因为穿着呢 你就不会吃超过 吃超过其实对身体是负担 如果不吃超过呢 你不穿塑身衣一定很困难 为什么肚子饿一定要吃啊 现在人又贪吃那么好 怎么不吃呢 塑身衣穿着 肯定吃不下那么多 适量就好 再来呢 我穿得住 别人也会穿得住 这就是我的理念 我细心62岁了 活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呢 当然要满意现况啊 要不然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对不对 那以前的努力呢 就是为了现在的满意 那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 如果你还有达不到的呢 人要记得要放下 然后用快乐的心 不要一直活在以前 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你满意现在你就会活得快乐 我相信现在的人寿命很长 如果你现在活得不快乐 那你可能还要辛苦好几十年 挑战高难度才能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我为什么可以一键塑身衣 可以研究25年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很多的可能 有时候你会觉得一层不变的东西呢 你去详细了解之后 其实它变化是很大的 然后我喜欢挑战高难度呢 比较能够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像为什么我在塑身衣界可以做25年 还继续在做 你以为我到公司去只是上班吗 不是 我还是在研究我的塑身衣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把一些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 有听过塑身衣可以做运动吗 以前的素衣都是马甲 到现在我研发出来的到现在 有裤底甚至上厕所也方便 还可以做运动 这个就是我这二十几年来 一直在研发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人家做了四五百年的那个素衣 我25年就颠覆了四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挑战高难度的心态 然后呢也是我的座右铭 才能够生存到现在 就像我吗 像我有点像哦 聊日子健康网站里面有很多的生活小常识哦 可以增加你很多的知识哦 最后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聊日子频道哦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庄碧云 下次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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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